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 各位基督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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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讲第八页 这部经专为菩萨说 兼为声闻说 它属于大小兼唱 那么是因为怎么样呢 三圣同入一法性 三圣指的声闻 圆觉菩萨 同入一法性 也就是要透过法性空会才可能解脱 才谈得上所谓的四圣六环的一个差别 跳脱出来 所谓能不能跳出三界的束缚 能不能跳出六道的轮回 它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么是在于智慧 那么这份智慧呢 来自于法性空会 所以要同入一法性 指的就是法性空会 那么也就是要理解 圆其性空才可能跳得出来 所以这里也讲到 大圣与小圣都以无所得而入道 有没有 无所得 为什么无所得 因为能够知道圆其心空 知道自性忘直是错误的 是不存在的 我们都是很多的妄想 妄知 应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是不是 因无所得而生其心 对不对 所以都是无所得 无所住的状态 所以这个无 就是因为信空的人故 是透过对信空的理解之后放下 所以才能够无所得 那么一旦无所得的话才得以自在 心经也讲到 透过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波瑞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 故无有恐不远离颠倒梦想 也是因为无所得的人故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当然 以菩萨波瑞的善巧方便 那当然还不共二圣 也就是说 声闻原觉 他只要正道法性空会 当下就解脱了 但是 如果菩萨的波瑞 他是为了要更怎样 善巧方便的来度化众生 所以他是不共二圣 也就是所谓的大圣不共法 应圣导师在存活之道里面 那么最后只剩下菩萨道 只剩下菩萨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三大欧生奇节的这个表里面 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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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凡好的 由凡到圣 到无生 到无生 而人 那么这项头 这条呢叫做菩萨 这是人 天 身闻 圆绝 刚才讲不共二圣 到最后的这个部分只剩下菩萨道 不共二圣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 可以说是六道轮回的 天人 欧修罗处身恶鬼地狱道 都是在这前面的 都属于在这个前面 无关乎菩提心 不知道菩提心为何物 那么都等于还在这里面流浪生死 如果说我们有那份善根 那么因为一面的菩提心而踏上什么 成佛之道 成佛之道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属于它还是世间法的 这个之后呢才释出 但是呢最后还是要怎样释出 释入而无碍 才可能圆满而成佛 所以以第一大奥生其节呢 那么它的当机则是人跟天 人天圣 它虽然叫做五圣共法 这五圣共同要具备的条件 五圣都要具备世间法 所以我们说佛法它不离什么 世间法 圣意地 所谓的圣意地 这边叫做世俗地 这里叫做圣意地 为什么叫圣意地呢 因为见道的关系 所谓的圣意也是在讲什么 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智慧 我们能不能超凡入圣 那么也根据真理而跳脱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五圣它都具备 天圣 人圣 身文圣 原觉圣 还有什么 菩萨圣 所以菩萨呢其实 可以很早就出现 如果我们在 虽然在人圣 但是因为我们有菩萨的精神的话 可以走这条路 这叫做成佛之道 圆满 成佛 圆满而成佛 所以在这里也等于 如何进入菩萨道 慈悲喜舍四五亮地 除了持戒 修福报 叫做三福行 持戒 是不堕落 对不对 修福报 修福报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生活都有问题的话 我们怎么学佛啊 就无心于学佛啊 对不对 三餐就够不去 哪有可能来下婚 所以平常修福报是很重要的 修福报有起码的资量 让我们不必去担忧我们的生活点滴 所以三福行 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下面也写一个叫做三福行 三福行就是持戒 修定 还有布施 修福报 那这个修定的本身呢 以第一个阶段的修定 我们就说如果慈悲喜舍四五亮定 其实我们就入了菩萨位 菩萨道 那这一段的菩萨叫做凡夫菩萨 我们也可以称年纪大的为老菩萨 就是年纪小的 我们说小菩萨 虽然是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以菩萨来怎样称福 但是这个都还属于什么凡夫菩萨位 但是到这里呢 他其实就入了圣者之位 所以这个以上呢就叫做什么 圣贤菩萨 圣贤菩萨 出果出地 关键在这里 小圣正出果 大圣正出地 菩萨道登出地 一直到七地圆满 如果是果报来讲 那个四果来讲的话 他从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其他的四果呢 就正了无声 但是我们看 菩萨的话要到七地 要一大二生其节 那么久 在境界 在那个值上面是一样 但是在量上不一样 量上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属于三圣共法 三圣共法 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呢 叫做什么 大圣不共法 大圣不共法 这里三圣 因为这三个都有共同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以声纹 它到这里就没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 也有人只走这个路线呢 这样子的路线 然后 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 当然这个回小向大 它的果位不可能这么高了 所谓的回小向大 它也要早一点回 它太晚回了 会回不了 呵呵 这也是一个路线 经过人圣 声闻圣 然后回小向大 还是得入菩萨圣 才可能成佛 才可能成佛 所以这个地方 这里能不能超凡入圣 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能不能超凡入圣呢 加行位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很多学佛者不见得要听经文法 对不对 那在加行位上等于没有去 还没有去touch到 还没有用公道 当然参加法会这些都很好 听这个 就是说 做慈悲的事业也非常好 但是在智慧上是 其实也是佛教不共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 所以在这个智慧上呢 其实就是在加行位 也就是在法性空会上 是我们佛教最大的一个特色 好 好 所以这里 就可以看到 所谓的不共二圣 也就是最后的什么 大圣不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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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第九页的第二行这里 说一切大圣经典呢 又可以约什么 尽行果三意来分别 修行的过程其实也是如此 静 就是到底怎么样修行 会发生什么样的境界 有什么样子的现象 好 那么这个是属于静的部分 那么我们这里就讲说 如果降于静的话呢 那么有是静 有什么 礼静 是静 就是事相上面的 礼静呢 就是礼静上头的 礼则上面的 好 像我们现在透过 呃 言说 文字言说 是不是在帮助我们理解 所谓的礼静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里也讲到 好 降于菩萨的这些心境 像奥赖也事之类的 好 所以 以为师来讲的话 他比较降于静 更降于静 好 那么降于行 第二 第二 也有相于行 对不对 好 获重资粮行 好 那么 这里也讲到说 像广大的资粮中 实善啊 这些属于人间正行 世间正行 第一大欧生其节 其实 他所行的就是 世间正行 好 必须是世间正行 所有的正行呢 就是 他 还是透过正之正见的 来行世间的 的道业 好 然后呢 如果到第二大欧生其节 尤其要进入这个 会物行的话 那么 这里也讲到说 是什么 从家行到见到位 有没有 好 那么这就是 这不经 本身最重的就是什么 会物行 会物行 好 那么他是广名波瑞的 无所得 对不对 像广名波瑞的 无所得啦 像本经的什么 如实忠道正观 都是属于什么 会物行 会物行 第三大欧生其节 后面的呢 其实 也就是什么 如实行 如实行 那么也就是 前面叫做 世间正行 世间正行 之后呢 也要有什么 会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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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叫做 如实行 什么叫如实行呢 因为在这里 见到位嘛 是不是见到了 十相啊 超凡入圣的 关键 就在于我们 是不是见到了 诸法十相 有没有 等于说 这个过程当中 是透过 缘起信空 而怎样 空向线前嘛 就是实相的线前 那实相的线前 那实相的线前 也等于是一种 一种证物 之后 如实 是跟它越来越契合的 所以的如实行 的这个实 是实相的实 不起颠倒 超凡入圣之后 其实不起颠倒像 我们现在会起颠倒像 表示都在超凡入圣之前 都是凡夫胃 都还是凡夫胃 而且凡夫胃上 都还有 家型胃 资粮胃跟什么 家型胃 所以这个后面叫做 如实行 那关键就在于 从世间的正行 到什么 慧悟行 寶基金专门在 告诉我们这个关键 人间正行 还不是太困难 能够听经文法 佛教徒本身 尽可能都是在人间正行上面努力 但是要再加紧努力 因为它是家型位 所以的家型就是 它是困难的 它是必须去下功夫的 那么就是透过 也就是说 人间 世间正行 就是资粮位 资粮位上的 慧悟行 等于是家型位 到什么 见到位 如实行 就等于什么 修到位上 然后才可能到什么 究竟位 神佛叫做究竟位 叫做究竟位 所以光在行 都有这几个差别 分别 那么祥与果 就是如来的什么 依正庄严 不断敘述的是 成佛之后的 那个依报正报的庄严 那么像华严经也会讲 成佛的那个一针法界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祥与果的经典 那么本经呢 是属于什么 祥与行的 是透过 如实中道正观 的会晤行 希望帮助我们 从家型位而到什么 见到位 那么这是本经的一个中药 那么在接下来 也可以看 菩萨的修行 不外就是什么 六度四摄 六度四摄 那么这里也讲到 其实是种什么 戒定慧 但是呢 在本经特种什么 戒跟慧 戒跟慧 那么戒呢 是属于足啊 就是脚 慧呢 是慧 那么 曾经有这样的故事 在火灾的现场 有一个人是虾子 有一个人是瘸子 两个如何逃离现场 他们还好很聪明 这个虾子就说 我背你 他有脚 瘸子他没脚 但是他有眼睛 两个合作 就逃离了什么火灾的现场 那我们是不是也处在三界火宅当中 哈哈哈哈 我们也不用外求 我们又有眼睛 又有脚 那眼睛是什么 会 脚是什么 戒 他有机会了脱 三界火宅 逃离三界火宅的现场 好 但是呢 这里就讲到这里的戒足呢 戒是足嘛 对不对 这足呢 是要真空的戒恨 也就是说 他是要与 与空相应相弃的 叫做什么 道共戒 有没有 是这两者要结合在一起的戒 那当然会的话呢 能够让我们这个 能够具有正确的这个方向 而且能够方便善巧的来度化众生 好 所以这里呢 他就会很注重的叫做什么 道共戒 在十一页的 本经从一般的律于戒说起而深意在什么 道共戒 在于道共戒 好 那么在十一页的道数第三行这里 从慈悲 不忍损他 因为戒律 他本来就是在 在十一页的第二段有没有 戒律 何谓戒律呢 其实是本于慈悲的同情 不忍损害他人而来的 所谓的戒律的产生 所以呢 在十一页的道数第三行 有没有 从慈悲 不忍损他 这是戒律的问题 然后呢 到意想分 远离意想分别 什么叫远离意想分别呢 其实我们透过自信妄直有很多的意想分别 那么透过认知了缘起信空的话 就有机会怎样 远离意想分别 所以呢 也才能够 深入真空的戒恨 深入真空的戒恨 那么也就是 与真理法则相应的那个空性的戒恨 与因缘法相应相继的道共戒 是本经的要义 之一 好 那么在十二页这里 十一页最后一行 宪政会 它是属于什么 圣制的 是禁制的 也是依定修官而成就的 所以我们说超凡入圣的当下 能不能见到专离现象的现前 其实没有定静是不可能的 没有定静是不可能的 所以也不是说菩萨他就不修定 他还是修定 只是他不是修很深的定 就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更注重戒跟会的一个结合 所以呢他也才能够通达我空法空到法极 空极法性的圣制 所以所谓的圣制呢 他是空极法性 所谓的圣制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那个当下 真理现象的现前的那份智 圣者之智 那个是在定静当中所起的 那么在这个十二页 第二四五第五行也是 一文慧而起什么 一思慧而尽起修慧 所以到这个修慧的话 他必须要与定相应 那么要一修慧才能够到达什么 宪政的圣制 所以本经也重什么智慧 也重于多文跟修行 多文修行 所以后面就会提到 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 如何的得大智慧 那么都一条一条的为我们来宣说 那么所以呢在十二月的最后这一段 因因所修慧能得于静智 在因上面一定要下的是正确的 那么也才能够怎样获得所谓的静智 清静的智慧 那么清静 静智圣智 其实都是什么所谓的见到位 都是见到位 那也是所谓的什么涅槃 初常涅槃位 涅槃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们现在是透过原说 其实都还隔血搔痒 真正的涅槃什么味道 那么就是在见到位上之道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所以呢要有如实的中道正观 中道正观 那么就是一切的什么 我空法空的这种法性空观 法性空观叫做中道正观 后面都会再详细的来讲 所以空也是透过空无相无愿 种种来续说 所以到最后 这个 在我们的十四页 最后因为我们上一堂 其实只讲了一半 说本经以律于戒而深入到什么 道工戒 对不对 从文会 私会 修会而深入到什么 宪政会 在法空性的宪政中 戒至二 就是圣至或者叫做敬至 它必须是与什么戒相应的 那么也才是所谓的无漏戒定会的巨族 因为戒会但巨族 其实定义必定也在其中 那么 在 建道的当下是无漏的 这个之前是有漏的 之前是有漏的 这个的当下是无漏的 但是之后呢 有漏无漏交杂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呢 我们可以说 假设 我们说所谓的真理法则 如同太阳一般 但是我们在乌云下面 如果把它竖起来看的话 假设说这上面有太阳 光芒万丈 但是呢 因为这里有乌云 我们人在下面 就是 于是我们说 这个上面是 是有太阳的 是很光明的 我们说我们怎么不知道 因为被什么 乌云遮住了 是不是 被乌云遮住 好 所以我们戒不到阳光 那这个 这个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虽然我们还在乌云之下 但是我们怎样 波云见玉 好不容易拨拨拨拨 拨出一条缝 正好这条 灑下来 曙光灑下来 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在训说上面的阳光到底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透过训说 我们就想象上面是有阳光的 但是我没看到 但是也因为我们相信上面有阳光 所以我们会做很多的 不只是智慧 还有在戒恨上面的配合 终有一天 波云见玉 它阳光真的 灑下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怀疑上面有没有阳光 不怀疑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会怀疑 尤其在什么 困境当中 甚至有退到 会不会退到 我这么用功 但是这些灾难什么东西还是找上我 为什么会让我这么困顿可怜 种种种 会觉得我修的功德到底有用没有用 所以我们呢 会起心动念叫做什么 有漏的 我们这个漏是漏在哪里啊 漏在我们的那个恶心所上 烦恼上面 执着上面 当这个状况就等于说 灑下来的当下 你看到那个曙光灑下 你简直没办法说了 而且每个人看到是什么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常常举例说 这个之前就好像我们要去 要去出国之前 就不断的在劝说 然后拿很多的katalog来啊 影片啊什么的 说哪一个国家多漂亮多漂亮 让大家想起来 很想去很好要去 但是呢没钱好没关系存钱 没假期赶快去排假期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很多的因缘 汇合出啊 我终于去了 去到国外的当下说 哇 这样而已 哇 就是这样 你已经需要不需要那么多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语言多余啊 已经不需要 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语言多余啊 那个当下 会觉得语言多余 但是这个之前 要不要这些语言啊 当然要我们才会去啊 不然怎么去啊 根本连认识都不认识的话 是不可能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之前就是一直在劝导我们去 不仅 起了心要去 还要去 动作呢 就克服很多的困难 终于去的时候 哇 医生 然后看到一样不一样啊 其实同一个景色 但是每个人看到的景色又不一样 哦 有的喜欢花草树木 有的喜欢建筑的 有的喜欢汽车啊 他看到的都是他喜欢的那个东西 真的啊 我们一团出国的时候啊 我专看建筑 有的专看汽车 有的专看那些花草树木 有的看湖光山色 是不是 是不是 之后他回来 续说的事情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 我们都奇怪 去同一个地方 同一团去呢 这样懂吗 他哇的内生会觉得语言多余 但是在续说上是不是各有差异 各有差异 并且呢 这个时候就是说 他本来是乌云 怎么办呢 让他变白云 是不是 转染成静嘛 乌云很厚 白云很薄 是不是 越来越薄 甚至有的会破洞 有的会破洞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等于乌云在变白云的过程 之后 他 因为很薄了 他就有破洞 有破洞的时候 他是不是自然就会下来啊 会挡不住了 在这个之前呢 在这个过程 你已经有这个洞之后 其实你慢慢你有能力 你会比较知道怎么去破这个洞 怎么去破那个洞 在这个过程他还是要用力的 到这个之后叫无功用地 不用了 无功用地 我横摧 是巨生我只解决的关系 他那个破洞越来越大 破洞越来越大 就是他根本就 我们不用用力了 他是不是自己就撒下来 那个根本挡都挡不住 到慢慢连这个白云是不是都怎样 没了 没了 都蒸发光了 到成佛就是这样 万里晴空 没有一丝的云 没有 挡都挡不住 要能不能想象 这是我体会到的 仅供各位参考 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就是在那个波云见日的那一刹那 就是我们 普明菩萨会 宝经经 在教我们怎么样去波云见日 教我们怎么样在乌云下午 我们还是确信 上面有太阳 不然有时候在黑暗当中太久了 怀疑说到底有没有太阳 你会觉得明明没见到啊 对不对 所以难免会退到 好 所以 这波经也等于让我们去波云见日 如何从有漏 而达到无漏 但是后来又有漏 不是马上就无漏 一直要到怎样 到无声罚忍的当下 后面才真的无漏 第三大会生期节才真的无漏 这个时候只是暂时扶住 所有的无漏就是见到太阳 当下是无漏的 因为扶住了我们的第七意识的巨生我值 让它不起作用 我们现在的巨生我值不断的在起作用 不断的在干扰我们见真理 是不是 我们见什么 见烦恼啊 是不是 见颠倒 所看到都是颠倒像 其实不是外在颠倒 是我们自己在起颠倒 对不对 我们用杂染的心在看 我们就说我们如果戴个墨镜 能不能看到唇白啊 看不到唇白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之前是有漏的 这个当下它是无漏的 但是很快 因为我们那个云又合起来了 它这个很短暂 但是我们会确信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超凡互胜之后 不会再退回房租地呢 后面也会讲到那个不退 不退又不退的那个层次问题 这里呢 它云又会合回来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之后 我们知道怎样拨 拨一拨 它又下来了 拨一拨它又下来的当下 下来的当下是无漏的 但是又会合回来 是有漏的 所以这个合起来 其实是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聚生我值 会让我们那个烦恼 不断很顽固的 我们的那个 那个聚生我值的烦恼 是非常的顽固 一旦烦恼一起 就天导像就陷阱 烦恼一起 天导像就起 所以我们要去 扶住我们的那个聚生我值 刚前面是用扶的 后面就用疏解的方式 短染沉静嘛 要去转染沉静才是根本知道啊 对吧 转染沉静 转染沉静到 它下来自然的 很容易就看到了 所以这里说要到 要透过这种无漏的界定会的句子 所以我们本经所讲的 其实在前面的这一段 这样能理解吧 好 那我们来正式进入这个经文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要对照我们的这个科判表 我们的科判表呢 那么是在续分的部分 对不对 续分 所以这里的续分就讲到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 黄色城齐奢觉山中 好 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聚 菩萨摩赫萨万六千人 皆是而为悦智 从诸佛土而来集会 西皆一生当成无上正 真大道 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大藏经里面的经文 好 这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 有什么样子的重 这个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啊 几乎每部经典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是 到还没有到百分之百 还是会有例外的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在讲什么 六成就 信文始祖促众的成就 所以他这个叫通讯 几乎所有的经典 要有信的成就 要能够听闻得到 要告诉我们时间 地点 说法主 什么人能参加 所以我们说要成就一件事情 他不是单一的因缘 他起码要六种因缘 来和合 好 就像现在来讲的话 有信 你要有哪个单位出来的一个公告 是不是 如果你从来没听过那个单位 你会不会怀疑啊 不知道他讲什么法 是不是就会怀疑 你一旦怀疑就不见得要参加 所以要有公信力 但我们听听文法 真的也很需要走 那个有公信力的地方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简责的一个方法之一 然后要听闻得到 所以我们就要贴海报 用电视 用网站用什么 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还是很有限 让各位能够听闻得到 还有机会 就说看看什么时间 几年几月几号 几点到几点 我们自己的时间许可不许可 如果不许可 我愿意不愿意去请假 是不是 所以这些都在在都是因缘 所以要有时间还有有地点 在高雄 从北部来就很困难 从北部来就要特殊因缘 是不是 那高雄的话大概都会以南部为主 是谁来说法 那有没有对象的限制 如果我们办的是高中营 那只能高中生来 对不对 小孩子的小朋友的夏令营 只能小孩子 那我们大人就不能来参加 那么重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能不能成就一次的这个法会的活动 或者任何课程的活动 其实都要透过六种什么成就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合乎刚才讲的这个因缘法 起码六种要合得起来 缺一不可 缺一都成就不了 他就原生不了 他因缘不够合合 他就聚合不了 在聚合的过程当中看不见 要到聚合完成了他才现前 叫做原生 对不对 但是现前的当下又开始圆灭了 一分一秒一分一秒 怎么样 步向圆灭 要开始步向圆灭了 好 所以我们就看 那么佛陀讲经说法 过去也是如此的 所以呢 因为经典由阿难来解极 所以他就讲说如是我闻 由阿难来宣说 以下所讲的这些经文 是阿难他本身从佛陀那边听闻来的 是有一个时段 印度人他非常没有时间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读印度佛教思想是非常困难 也困难在这里 他都没有去记载 并且佛陀说法他也不完全都在人间 他还曾经去高立天 所以很难去记载他的时间 所以他只是用一时 因为这个已经是过去了 如果是未来的那我们当然要去注意说 到底是哪一时 我们自己能不能去参加 由佛陀说法组在王摄成 这个齐奢穴山也就是所谓的灵鳩山 在王摄成的灵鳩山那里呢 有说法 那当时候所参加的众呢 有大比丘众 表示有什么 升文众 对不对 因为他是虽然正说菩萨法 兼为什么 升文来说 所以他有大比丘众 表示有什么 升文众 还有什么 菩萨众 菩萨摩和萨 是大菩萨 所以我刚才倒也忘了 凡夫菩萨 圣贤菩萨到后面 最后一大二生期节 叫做菩萨摩和萨 所谓的菩萨摩和萨都是 聚生我职解决以后的大菩萨 我们在法会之前都会 像云盖菩萨摩和萨摩和萨 就是那个大菩萨 八二生期节以上的这种 果位的菩萨 好 那么菩萨阿为月至 你就欧米昨今讲的什么阿比八至 因为他这个 意者不同 所以从这也可以知道意者不同 所以叫做阿为月至 那么在阿为月至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第十九页 第十九页 这里就会谈到所谓的阿为月至 就是所谓的不退转 但是这里讲到不退有四类 光是一个不退 就要看是什么状况的不退 第一个叫做信的不退 信不退 那我们的信不退呢 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第三 这个刚才那个表 三大二生期节的这个表 知良位上面有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光是知良位 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果位 等于要经过四十的阶段 然后呢 嘉行位叫做什么 丸 丁 忍 世 第一 之后呢 所谓的超凡入圣的这个圣者的位 就是见到位 也就是登出地 下面有出地 对不对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到七地菩萨 算是第二大二生期节的圆满 七地菩萨 其实就是正无神法忍 然后呢 八地叫做不动地 有没有 八地以上不动地 就是不费摧灰之力 那见到太阳是不是太简单了 因为那个云都破洞了 就是 挡也挡不住 要他阳光不撒射下来 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他根本不费摧灰之力 他不用去拨云见日 他自然见到了什么 阳光 所以在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 妙觉 而怎样 成佛 好 先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 所谓的信不退 是在实信的第六 第六心 也等于是第六性 信心的不退 信心的不退 第六性 不再退失 在胃上的不退 那么是在实柱的第六柱 实柱的第六柱 因为我没有发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表 所以可以看得到 实柱的第六柱 一二三四五六 叫做正心柱 他为的不退 他为的不退 还有第三个叫做正的不退 出地 验证到了 清楚的现前了 也就是涅槃 也就是见到位 一旦见到位的话 正不退 不会再从反复 圣者地又调回反复地 不会 就像已经见到了阳光 不再怀疑了 对不对 不会再怀疑 所以会是所谓的正不退 是在出地 到行的不退 八地以上 到八地以上才是行的不退 所以光是不退 都会有不退的什么阶段上的不同 那因为有这个表 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理解 好 所以呢 这些都是属于不退转的菩萨 当然他还是有阶位上的什么 差别 那么这些菩萨呢 都从诸佛土而来集会 就是都从各个有佛法的世界 佛度佛土或者佛度 那么我们就说 当我们不知道我下辈子到哪里去 那么请赶快发愿到有佛法的世界去 不管什么世界 到有佛法的世界 因为你看整个宇宙 无量无处的世界 不是每个世界都有佛法 所以最起码 还搞不清我到哪个世界 比方说我们还不知道到哪个国家去留学 但是我们起码发愿我还要能够继续读书 继续声道啊 对不对 到底到哪个国家留学 那么再仔细考察一下 对不对 所以当然我常觉得 以我们学佛者来说的话 我们都有一个功课要做 就是我们的来势去哪里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 因为不知道福长什么时候来到 不知道哪个时候我们要临终 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就随业力去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还清楚的话 还可以随愿力 我们的愿力 好 所以这些菩萨们呢 都从什么有佛法的世界来 集会到这个地方 到王舍成的这个灵修山上面 那么呢 西皆一圣当成无上正真大道 甚至都有那个一圣补处菩萨 什么叫一圣补处菩萨 就是他已经到了菩萨结尾的最后一世了 在下一世就怎样成佛了嘛 好 好 那么我们就说 哎我们都学佛也集啊集 希望今世开悟集是成佛有没有 也不是不可能 一生补处菩萨就是这样啊 下辈子就可以成佛了 一生补处菩萨那果位有多高啊 但是如果真是一生补处菩萨 那会不会这样集啊 不会啦 怎么会集啊 他要集的话怎么可能到一生补处菩萨 有时候吃快都不破坏 常常在 所以我们说 牌悟的累积 知识学问的累积 是不是也需要时间啊 也需要透过努力慢慢的累积起来 更何况修行的累积 那更需要 还不是只是累积一辈子 还生生世世 所以千万不要急 不要急还可能点点滴滴的累积 而且愿意生生世世的累积 我个人就会觉得 透过维世学让我安顿下来 身心的安顿 我愿意 这是我们的意见 点点滴滴 光是前面经过 实信实助实行实福 回向 是不是还暖鼎忍视第一 才到超凡入胜的那个位 那我们前面都还搞不清楚 我们怎么会去集后面 集得来集不来 小学都没读毕业 一直急着说我一定要赶快拿博士 是不是太不落实啊 因为你起码把小学读好啊 成绩好才能够再上升 就是说才能够一路一路的成绩好 然后才可能学位越来越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前面真的是要去不断的累积 如果我们的信不退 我们的信心都经常在退 表示我们在第六信之前 是不是 是不是 动不动就要退到心 动不动的 要跟人丟着呢 动不动我不要来到场了 动不动又要 不想经济不想用功 对不对 那我们的果位实在还低得很 所以急得来吗 急不来 真的点点滴滴的培养 所以要到一生补助菩萨 那才真的是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 那是即将成佛前的大菩萨 菩萨摩和萨之中的菩萨摩和萨 三大二生期节是非常遥远的路途呢 一大二生期节有多久 有一个比喻说叫福食节有没有 提手旁在一个摄利佛的福 他说有一块八百里立方的大石头 三年去磨它一次 用什么磨 用天衣来磨 不是说菜瓜布铁来露露的 不是啊 天衣呢 吸得不得了 人间的那种细的布料已经很细了 不是人间的布料 是天人用的布料 那么柔细的布料 三年去磨它一次 三年磨它一次 磨到八百里立方的石头不见了 八百里立方比台湾还大多少倍啊 很困难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而退道 第一大二生期节最难 之后 这个顺理成章 到第三大二生期节之后 你不成佛都很困难 所以第二大二生期节满的时候蒙佛受祭 是不是 七地菩萨圆满就能够蒙佛受祭 例如说你将来 将来会在哪一个世界成佛 什么名号都出来了 因为你不成佛都很困难 但是第一大二生期节最难 第一大二生期节最难 但是第一大二生期节难 也是在过日子 也是一辈子一辈子过 对不对 糊涂也在过 不糊涂的话 起码你能累积 如果糊里糊涂 是连踏上成佛之道的机会都很难 但是一旦能够踏上成佛之道的话 那就更应该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的去累积 只问耕耘 不要问收获 好 我们休息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